我好相信他今次一定無事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一直與時間競賽的李山李太 仍未有好消息 香港大學外科學系教授盧寵茂透露 近日雖然有幾名O型血病人去世 但家人不願意捐出死者器官 所以因為捐贈者患癌 而被殺停換肝手術的 46歲肝衰竭病人李先生 情況仍危態 盧寵茂又說雖然有熱心市民願意捐缸 但考慮活缸捐贈存在風險 包括出血、感染、缸功能受損 甚至有0.5%的死亡風險 捐贈者需要衡量 對於市民質疑為何未有驗清楚 捐缸者是否有問題 就幫李山進行移植手術 盧寵茂就說移植手術進行前 需要進行多項測試 但時間有限 移植手術需要在24小時內進行 倘若進行多項測試 會影響時間性 可能導致部分器官無法使用 造成浪費 ONTV東網電視新聞 H&P